同学们好 我是来自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杨敏杰 2020年一时 武汉新冠疫情爆发 全国各地医护人员驰援武汉 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 也第一时间奔赴武汉抗击疫情 我们的队员们是在2月4日凌晨收到通知 12小时已集结完毕 从医院诊庄出征 当时武汉的医疗系统已接近瘫痪 大量感染患者滞留家中得不到救治 生病受到巨大的威胁 急需扩建医院用于隔离和救治这些患者 我们所在的武昌方舱医院 就是最早筹建完成的第一批方舱医院 当时是我们到达武昌方舱医院后的第一天 接到的这个任务 是在晚上进行确诊病人的预检 但当时的方舱医院是战时结构 刚刚的紧急部署完成 很多的内部设施还没有完善 因为病人的情况不容等待 紧急开放的方舱 有很多流程还未建立 有未知的风险我们无从而知 在第一辆救护车来到后 病人们陆续下车了 他们看我们的眼神是一种求助的眼神 那时候我们的紧张情绪一下子就没了 想到的就是赶紧过去帮助他们 就这样很快时间就过去了 到了凌晨三点 我们完成了当天第一次的预检任务 准备脱下防护服回驻地 因为当时是开舱第一天 脱防护服的缓冲区十分简单 我们只能退回污染区去寻找还能用的手消液 在废弃防护服以堆了半人高的缓冲区 进行了脱防护服的步骤 在武昌方舱医院 我们总共有800张床位 由全国各地15支医疗队组成 医院建成后迅速受制了大量患者 在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下 所有的硬件条件都是临时搭建的情况下 所有的流程都是新建 必须根据方舱的实际情况 进行快速的优化迭代 因此我们每一天 都几乎是泡在方舱医院 不断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工作时长也超过12小时 但没有一个队员因为辛苦而退缩 我们医疗小组7人 主管床位249张 这个量对于普通床位来说都已经很大 更何况是穿上笨重的防护服后 需要完成的诊疗量 方舱医院的病人们除了身体疾病外 心理上非常需要关怀 有的患者整个家庭都被感染了 他们的内心往往非常的焦虑 这时候越发需要我们医护人员的关心和鼓励 因此除了日常的诊疗外 大家都尽可能的努力的给病人更多的安慰 让他们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 鼓足战胜病魔的勇气 我们的青年突击队队员在经历了这次疫情洗礼后 深刻体会了初心和使命的含义 在前线纷纷递交入党申请书 最终我们其中的三位突击队员 因为表现出色被批准火线入党 他们抱着冲锋在前 吃苦在前和牺牲在前的信念 在武汉前线完成了入党仪式 成为一名光荣的预备党员 这也非常好的体现了我们共青团 以及青年突击队作为先进青年集体 始终为党输送新生力量 培养工作骨干 在未知的病毒和凶险的疫情面前 作为青年突击队的我们 身负重任 身后是我们的亲人 朋友 人民们的殷切希望 前方是硝烟弥漫的战场 但我们坚持战斗在那 因为我们坚信 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心 我们一定会战胜疫情 带着这种信念 我们坚持下来了 我们和武汉的病人们 医生们 战友们 一起迎来了方舱医院的顺利修仓 而这意味着抗疫战争 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 在此 我也想鼓励在座的所有同学 在未来的学习和工作中 树立远大理想 在年轻时 挥洒青春的汗水 为梦想而努力拼搏奋斗 做一个有担当 有奉献精神的 有为青年 随时为我们的祖国 准备着 加油